欢迎收听教育不一样节目 本节目每周六上午8点 在好家庭联播网 台中古典月台FM97.7 台北Bravo FM91.3 联合播出 还有Podcast上也可以听到哦 我是蓝卫盈 今天要进行的主题是高中不一样 很高兴邀请到的是 新北市私立金明女中李明珠主任 来跟大家聊聊生命教育的学习 明珠主任早安 早 各位听众早安 生命教育是高中课纲的一门课程 也是19项议题融入中的一个项目 从早期的我为什么活着 我该怎么活 我如何活出知情合一的生命 到108课纲提出生命教育的五大核心素养 哲学思考 人学探索 价值思辨 灵性修养 还有终极关怀 陪伴着学生发现与思考生命的意义 我想今天的节目 我们可以从金明女中的经验中 对于这样的学习有更多的认识 其实我跟主任认识很久 因为他还在实习的时候 就是我的老师 然后所以呢 我为什么讲到生命教育 会特别想到他 因为一路以来 虽然他是辅导老师 好像在做的是辅导 可是一直以来 他其实在乎的就是 他所面对的这群孩子的生命 也在他的工作里头 透过各种可能性去实践 所以让他来讲这件事情 其实是最适合的 因为从大学就开始投入到现在 我都不好跟人家讲几年了 但非常久 那先请主任跟大家聊一下 就是到底金明女中 她有哪些课程或哪些活动 是跟生命教育有关的呢 我觉得其实校园 处处都是生命教育的素材 因为无论是正式课程 所谓正式课程指的就是 有学分有评量 我们一般的上课 或者是非正式课程 比如说各处是办理的活动 那或者是潜在课程 比如说环境教育 比如说一个学校的制度 或者是班级经营 所以其实每一个小地方 都可以是生命教育的素材 所以以您辅导师有经手 或者不管是从事的课程 或您办理的活动 可不可以举些例子 大概有哪一些 好 我先举一下就是 从99年 教育部就有一学分的 生命教育课程 但是金明很特别的是 我们有发展的一个校本课程 在108课纲规定 全国的高中都要有校本课程 那我们是两学分的生命insight课程 就是生命的觉察跟内心 那我们分三块 第一篇是觉察篇 找到我是谁 找到自己生命的独特性 认识生命的脆弱与美丽 或者是跟人的连结 这个是觉察篇 那第二篇是思辨篇 就是什么是思辨 然后认识事实跟观点是什么 然后从校园里面的素材 校园变变变 然后到社会的一言堂 然后第三篇 就第三个月 我们上的是追寻实践篇 我们希望孩子透过觉察 在透过思辨之后 他能够慢慢去思考 自己要的是什么 然后可以去追寻自己的梦想 这样 这些好像就是 我们在新闻中 常常在那边评论说 现在的孩子不会干嘛 又不会干嘛 对不对 不管是评论他们的不好 或者是希望他们更好 其实谈的大概也都是这些范围 所以其实学校在做的 大概也就是符合 其实刚好青少年这个阶段 也对这样的事情 其实相对是迷惘的 是 所以这个年纪 如果不做这样的事情 就这样长大了 其实变得很多困难 是延迟到他后面才要发生 其实是辛苦的 那当然因为有这么多东西 可以放进去 学校的课程或学习 到底学校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决定 要把跟生命教育有关的事情 放入学校的一些重要的活动或课程 然后这个背后的目的是什么 精灵有一个很重要的学校使命 就精灵的校训是后生 也就是丰厚 那是来自约翰福音第十章第十节 他说我来了是要使羊得生命 并且得得更丰盛 所以后生 他的意思就是丰厚自己与他人的生命 所以因为这样的学校使命 我觉得从学校的董事会 学校的老师 还有学生 甚至家长 我想都是因为认同这样的理念 所以也愿意一起来从事这样的生命教育 所以就是上下一心 家长也支持 因为其实真的 这个东西说起来很玄 丰厚生命 但是你说要丰厚其他人的生命之前 好像看样子要先丰厚自己的生命 刚刚提到从圣经的经据来的 学校是教会学校吗 很多人会以为精灵是教会学校 但是其实不是 我们是有这个信仰 就是当初董事会有一群大姐姐们 他们有这样的信仰 但是其实学校不是教会学校 也没有教会的支持 所以其实精灵是 在一个比较艰困的环境之下 要兼顾教育理想 但是又要符合社会的期待 所以其实精灵是在这两边 在找一个平衡点 很难 其实真的蛮困难的 就是在乎生命的本质 可是社会的竞争或舆论啊 或者是家长的某些期待跟焦虑 所以要坚持走这样的路 其实是不容易的 对所以这才会回到 我刚才一直在问的说 这一路走来还能够走到现在 而且看起来 刚刚其实节目还没有开始的时候 主任就拿了一堆周边商品给我们看 开发出很多跟生命教育有关的教具啊 或学生的作品 那当然因为听众朋友就看不见 那当然刚刚您提到说 就以校定课程为例 因为当然不止这些 还有很多活动 那以校定课程为例 像刚刚你提到 有三个不同的篇章好了 这样的课程设计是怎么进行的 因为学校应该也不会有 那么多生命教育老师嘛 对不对 那大家是一起发展的 还是说像你发展完就大家上 所以是怎么做的 对这个可能就要回到当初 105 106年 为了发展108课纲 那其实我们就前三年就开始run了 那时候是开在高二的多元选修课 我们当时是在校务会议 征询有兴趣的老师 我们一起研发 所以我们就全校有十位老师 里面有国文老师 有数学老师 有物理老师 然后地理老师 历史老师 生命教育老师 其实都有 那我们是共同研发 我们是先从学生图像 进来精灵的孩子 或许他有一些人 因为经过会考的失利嘛 所以他的自我概念 可能需要更多的被激发 那或者是孩子的思辨能力 我们觉得还不足 那追寻梦想的勇气也不够 所以我们是扣住这三个 再来研发课程 那所以run了两年半之后 我们才正式在108课纲 校本课程上路 那很不容易 其实很多老师对于自己不擅长的领域 其实是很害怕的 就是说天哪我又不会 这怎么教我会不会教错 台湾的老师很有趣 就是生怕教错 尤其像这种课程 我都觉得比较像 老师们为了带孩子探索自己 但是你要先在孩子之前 先探索一次自己 对所以那还蛮重要的 那可以招募到10位老师 就表示学校里头 其实还蛮多老师在乎这件事 其实这个也是一件蛮 我觉得在现在学校教育里头 不太容易的 因为还蛮多人 真的会被现实妥协 那刚刚主任提到一个 就是孩子其实 因为经过会考这一个战役 所以其实蛮多孩子会重新觉得 应该说你要说失败吗 也不能这么说 但是确实孩子们会 有一些被分类的感觉 对我被分成某一类 所以我好像相较比较弱 这边我要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个 我自己觉得很特别的是 我快10年前 有一次去一个偏乡的高中 其实他也不叫偏乡高中 可是在我们心里 他的位置是很偏 他们最好的那个班的孩子 在当时的基策 PR是大概50几 50几在台北 其实就会 北北级会觉得很后面 可是他们的孩子 因为在那个地方 PR50 他在第一个班 其实孩子是很有自信的 他也上课很愿意回答 但反过来 我们自己在北北级教学的时候 即便公立学校的最后面 当时的孩子 PR都还有70几80 孩子们其实对自己 是完全没有自信 而且放弃学习 因为他们从国中 一路就被分成 跟评论成不好的孩子 好像上不了前三次院 考不到5A就很糟 其实这也是一个 蛮严重的社会现象 就是为什么孩子 明明PR780 也就是他在全国 那一届的孩子 是前70几 他还是认为自己很差 我觉得这最后的结果 就是这一群人 他就会觉得 我不用做事 因为我就是不好的人 我等着被交代 所以才能看到生命教育 真的还蛮重要的 那刚刚其实我插出去提 这个也是心有 突然想到这件事情 那当然回到 我们面前的孩子的生命 其实是非常重要的 那这群老师 愿意投入之后 那个历程呢 老师重新学嘛 因为他又不是 单纯设计课程就好 所以你这边 有需要花时间教老师 生命教育的基本理念吗 我们的确花了 单纯为了扣住 这三个议题 其实大家就脑力激荡 这中间当然 我们也会透过观赏影片 或者是找老师来增能 那甚至我们会发文 邀请新北市 对这些议题 感兴趣的老师 共同来增能 因为不只是学生 需要动力 其实老师这一块 也需要不断的改变自己 那课程从发展到现在 也经过好多年了嘛 因为您说新课 刚上路前就开始实施 所以课程有做一些调整吗 课程的内涵 比如说我们大架构是不变的 但是因为我们现在都是两三位老师 教一个班 我们会协同 会观课 然后会给建议 那大单元没有变 但是那个内涵 我们有一些老师 他们都会自己在加添 自己一些元素进来 那两三位老师在教室里头 所以课程是怎么进行的 一个老师是主题上课 可是当分组讨论的时候 三个老师就可以一起下来 但这里其实行政单位要特别费心 他必须避开这三个人的课 他必须这一学期 他们都是可以共同上课跟备课 所以其实这个是很不容易 就是学校其实非常支持 这样的理念来运作 对而且国教所好像给的协同 就是一个班一个人而已 所以你看你一个班 等于有两个协同老师 应该是说三个都算主授课老师 可以这么说 那这个成本其实压得很大 我常说如果公立学校压成本 是国家出钱 私立学校压成本 那就是学校出钱 我们是老师愿意自己付出的 因为他没有上主单元的时候 他是没有钱的 所以那这更不容易了 就是表示学校老师对于这件事 他其实有很大的认同的程度 跟认同感 那除了这样以外 这个课程因为生命教育 很多人就会觉得 我好像说说话或做什么就好了 好像不用太多外部的资源 可是实际上我看到学校 好像很多课程或活动 也还是有跟其他的单位 做一些合作 那在这个课程里头 主任这边有跟哪些机构 或哪些单位 做哪一些类型的合作呢 好 我接下来就要分享 像我们因应少子化 跟老年化的人口 尤其新北市 所以我们有跟新庄的 宏道老人福利基金会合作 我们合作推动影法关怀 但是在推动影法关怀之前 我不希望孩子只是透过活动 所以我们在之前八月份 就孩子新生一进来 我们就会先推动祖父母节 为什么会推动这个 因为发现其实新北的孩子 他们当初是中南部的 阿公阿嬷带大的 其实他们对阿公阿嬷 是有感情的 所以我们希望能够传承 能够唤起孩子 对于祖父母的记忆 也能够重视这一块 那所以先带动祖父母节 那我在讲祖父母节的时候 我就要分享有一个 我们有做了一个老人的伞 这个其实我觉得很感动 当初是办一个绘本的工作方 我们想因为孩子很喜欢画画 所以作者是学生 这个作者不是 他是一个本土画家 但他其实绘本这本书 并没有出版 他当初是衣服衣服的画作 然后他就说他从小呢 他其实不太喜欢跟阿公阿嬷太靠近 因为他觉得老人身上都有一股老人味 他说他长大以后才发现 原来那是阿公阿嬷会漏尿 所以身上会有那种味道 但是等到他长大懂事以后 已经来不及了 所以他后来都特别关注老人家 他就发现走在路上的老人家 无论晴天下雨 他都会带着一把伞 所以他这个绘本在说的是 老人把伞撑开来 他的记忆就恢复 伞收起来 他好像就忘了 所以他在讲老人失智的故事 他说他把伞撑开来的时候 他就记得他七岁的时候 去看了一场表演 然后他也不会忘记 十七岁的时候的那个初吻 但是他忘了昨天晚餐吃了什么 他在讲这个老人失智故事的时候 我觉得很感动 所以当时就问他 你愿不愿意 我买下这个智慧财产权 那我们把它印成一本绘本 然后可以来推广 送给全国有兴趣的 要推广祖父母节 关怀老人的这个议题的学校 跟老师们 那这个本土画家他也很开心 所以这个绘本 如果听众有兴趣 我们也一样可以送给听众 所以老人的伞 是图文是吴景平老师 所以就写信去金女女中给你就好了 是是是 辅导师 大家上网找一下 我觉得这不容易 一方面是他谈了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不只是情感 背后也有让大家关心老人的一些身心状态 然后再者又是我们自己本土的作家跟画家 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 可以写信跟民族主任联络 可以得到绘本 那这个是老人的伞 再来那个银法关怀 我们跟宏道就一起合作的 这是在岁末12月 我们会有三波 第一波是住清扫 到新北独居的弱势老人家 过年前的大扫除 那第二波是省下饮料前 住老过好年 因为圣诞节 很多孩子会想要订鸡排 订饮料 我们就鼓励孩子是 如果你愿意省下一杯饮料钱 你可以帮助老人家过好年 第三波是陪购物 跟企业界合作 企业界捐钱 经理的孩子当半天的孙女 然后到我们隔壁的家乐福 我们会带着独居弱势老人家 就是陪购物买过年前要采购的东西 那我们已经合作了有九年的时间 所以有企业合作 还有你说宏道的基金会 因为我知道宏道基金会 一直在做高龄者的一些相关的活动 那因为我曾经在学校的网页头 看到就是孩子们去打扫的事情 我觉得很有趣 我记得那时候我看的是 有人负责打扫 但一定要有人负责跟老人家聊天 跟老家聊天 那还会讲闽南语的孩子吗 要国语闽南语都并用 因为我们不希望让老人家觉得尴尬 或者是觉得他好像无所事事 所以会一起写春联 或者是一起聊天 所以帮助老人家 从您刚刚说的新生进来 因为其实八月底本来就是祖父母节 多数的听众朋友不会知道这个事 但学校通常开学日 通常都会同步办祖父母节的活动 所以从那时候开始留意高龄者 到后来参与帮忙打扫的活动 开始把自己同样圣诞节的感恩跟祝福 转换成可以把钱省下来 再来就是不是把钱给对方 因为其实有些需要我们帮忙的人 他要的其实不只是钱 他更需要人的互动 因为人的互动很重要 再来就是陪着他去把事完成 我觉得这个历程应该对孩子来讲 就是一个生命中很难的体验 真的我其实也听过 有的孩子是参与这样的活动 才回头去想想自己的阿公阿嬷 而且很感动的是 我们本来觉得故事到这里 告一段落 结果没想到有接到社工 就打电话来 他说说他每个月都去家访 已经家访这个阿公一年多 阿公只有送他送到家门口 他说你们才来打扫半天 阿公就一路送你们送到巷子口 那我就说可能阿公觉得看到像孙女一样 结果过了一个礼拜之后 那个阿公就打电话给那个社工 他说我什么都不会 可是我会卤一道很好吃的孤老肉 他说他要送来精灵给 帮他打扫的孩子吃 我说怎么可以让阿公做菜给我们吃 我说那我们一人一道菜 我们邀请阿公还有其他的阿嬷们一起来精灵吃年夜饭 所以有一些故事是因为前面这个 然后才有后面的 对是蛮感动的 这个跟我在偏乡很像 我有时候遇到像你跟我说 老师那个如果只要捐钱给我们的不用了 他把人带来的我才要 因为我们这边不是缺钱 很多人都想把钱给我们就好 可是我们缺能够陪我们一起做事的人 我觉得这个跟我刚刚听到您说的蛮像 其实对于这些高龄者 有人可以跟他互动 那个温暖的感觉跟活着的感觉 其实真的不一样 对啊 对啊 我之前也陪一个学校做高龄者的课 我说我们来一个体验课 就是每一主要有一个扮演阿公阿嬷 那他说那要做什么 我说就是有一个演爸爸一个妈妈 然后分别去上班 然后你就分配给他很无聊的工作 就还一直做 然后小孩就是像上课 那阿公阿嬷就是坐在阳台 都没有人理他就好了 然后接着让他们回到小组里头 你就会发现那个阿公阿嬷会一直问说 你们刚刚在干嘛 对 因为他一整天只有等待 对 我想不是一般人可以想象的 除非你登得到那个年纪 你才会意识到是 哇 你只剩自己 你不知道你身边的亲人在做什么 所以我觉得这个学习可以越早发生 其实对孩子是越好的 因为他越能够去同理或者是感受别人的感受 那学校单位就是要支持这样的理念 甚至要全校的亲师生都愿意一起来 我再举一个例子 比如说我们因应女校 所以曾经跟救协救命 国际基督关怀协会合作爱女孩方案 那这个是缝纫那个不卫生棉 我想很多孩子他们觉得 要买个卫生棉多么容易啊 到处都有 但是他没想到是在地球的不同的地方 有的人因为购买的不易 或者是必须透过性交易来获取 甚至成为小妈妈 然后因为这样中错 所以后来我们就发动孩子 那是高二跟国二 他就是负责缝纫 然后国一的小朋友负责 把他清洗干净跟晾干 那我们当时就是发动了两年 每一年捐赠一千片 那本来觉得是校内发动 结果没想到的这个新闻上报之后呢 那新北市的家庭教育中心 就要求我们一起 后来一些民众们说 我们也想参加 所以到金陵来我们也就一起 那甚至到最后 发起这个活动的雷可乐女士 她因为要拍一个新北女力的广告 她也来金陵女中来拍 那她也很感动的是 在教学现场 如果能够让更多孩子体会 原来她认为的理所当然 其实不是理所当然 有时候我们带带孩子做这些事啊 不是真的只是要他解决单一次的问题 其实是真的希望 在他心里头种下一些什么 他终身都能够去关怀一些 其实他无法想象的别人的境遇 因为这样才有可能让社会变得更好 也就是我们做生命教育 因为中间有个终极关怀嘛 那个终极关怀其实是最重要 也是推动社会变得更好的一个动力 那我想这一段的节目 主任讲了一些 他自己在课程里头的投入跟实施的状况 那我们接下来当然要谈更多 跟孩子有关的事情 那我想这一段到一开始 其实比较沉痛要先谈就是这些年真的社会中有蛮多 不管是成人或者是孩子们的一些身心状态 其实被讨论 从之前有大学在讲所谓的心理架 到后来可能有一些孩子的智商或伤人的一些事件 那其实更轻微的谈的就是学习无动力啊 或者是对于自己的生命没有想象这样 那严重的当然就是伤害自己或伤害别人 您怎么看这些现象呢 到底这些现象对于教育现场的影响是什么 我想提到这个议题 当然每一个人的心情都是比较沉重的 那我想身为老师 老师跟孩子其实是在不同的世代下成长的 我想我们过去那个年代 比较能接触大自然 跟人的接触也多一些 那也需要靠时间来酝酿 但是呢现在的孩子呢 跟人的接触少了 尤其这几年的疫情 然后他们又生长在数位的时代 所以比如说我们那时候要交朋友 必须透过写信叫做笔友 可是现在很快 那个line直接是网友 所以在这样不同世代下长大 我觉得老师要多一点的欣赏 而不是批判孩子 那我觉得如果可以试着去了解孩子 内在的苦闷跟挫败 这样才彼此得以对话 所以其实回到一个事情 就是不同的世代要去理解 我觉得先理解孩子们遭遇了什么 因为常很多父母说 怎么不是在说教改吗 越改越 不是说改得比较快乐吗 为什么现在的孩子更怎样怎样 可是其实我觉得 应该说整个社会竞争变得更大 然后父母生养比较少 那父母有更多时间 关照孩子的情况下 其实压力反而是越来越大 所以有时候压力不全然是 学校单方面造成 它是整个社会集结起来 在压在这些孩子的身上 所以当然从这样的角度来看 更能够去体会说 学校还坚持要推动生命教育的课程 而不单只是教育部的领域课程里头 额外做了这么多的 不管是课程或活动 它其实一个蛮重要的意义 就代表我们在乎这群孩子的生命本质 那当然回到学校老师在参与的时候 因为刚刚您说你在招募的时候会发现 老师们其实有兴趣 我其实也问了蛮多学校老师 有时候在陪其他学校老师开发课程 你会觉得很有趣是 他们会跟你说他想做一门什么课 然后你问他为什么 他想的不是愿景 他讲的是因为我的孩子有这些问题 所以我要开一个课把这问题解决掉 我就想说那你是要做宣导 还是要做管教 课程不是这个逻辑吗 对不对 所以当时你们在互动的时候 或者你自己真的跟老师们在聊的时候 你发现老师们到底投入这件事 是以想要解决问题的多 还是愿景出发的多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问题 我相信很多老师的确在教育现场会先从解决困境开始 因为他先发现孩子有状况 那他觉得这是最急迫的事 可是当他在投入的时候 坐着坐着坐着 有些时候那个意义就出来了 我举一个例子 就是这三年因为疫情 我们的确看到教育现场孩子 比如说疫情第一年的时候 孩子就说我们为什么那么惨 我们生于SARS的年代 但是我们毕业于COVID-19的年代 他说我们就没有避典 我们也没有避旅 为什么 然后他们开始有第二个问题是说 为什么老师不用戴口罩 我们要戴口罩 那是第一年 因为刚开始大家不太习惯戴口罩上课 然后他又开始说我会过敏 我可不可以不用戴口罩 所以的确是从孩子现场的一些质问 一些提问 那我们就开始反思说 那我们要带领孩子去思考什么 那所以当时我们就跟孩子讨论的是 那个人跟团队利益 我们要怎么衡量 那后来在月考的时候 我发现老师也会出一些题目是 人性是什么 从瘟疫中见人性 孩子的确就会写到 有人会发灾难财 可是有人是能够爱心捐赠 那有人不配合防疫 但是呢有人是在第一线的医护人员 就孩子的确会看到不一样 那到后来慢慢找出意义感 是我们有用Google表单 让孩子去反思 校园中的减法与加法生活 因为疫情你少了什么 可是你增加了什么 那我们举例来说 我们当时收到LINE 他就说希望我们能够捐赠咖啡一杯 还有卡片 那当时呢 同事就问我说 我们要不要发起这个活动 我说我先确认一下真实性 原来那是福大医院的院目是发起的 他发现呢 第一线的医护人员精神很紧绷 然后呢 在一楼的那个庇护小站 就为了精神病患的庇护小站 那个卖咖啡或茶点 他们的生意也大幅减少 所以他希望我们能够发起一杯咖啡 那我们当时老师很可爱 还说我们去隔壁Starbucks 我们就订咖啡几十杯送过去 我说可是必须送在最急迫最需要的时候 如果送过去医护人员没有时间喝 那这样的美意就不是美意 那后来才发现 哦原来五十元可以换成一杯咖啡券 那院目师会把咖啡券发给医护人员 在他最需要的时候可以下去取用 那因为这样我们就发动一个活动 叫因为病毒我们看见幸福 当时很感动 有的家长他就一次也捐了五十杯咖啡 那我们后来问了孩子 他就说因为他有一个姐姐 就是担任护士 家长亲身体会 那个第一线医护人员的辛苦 所以那次三年前的活动 我们也劝募了十几万 我们就后来捐赠给亚东医院 跟福达医院 那也因为这样很感人的是 在发动活动的第二周 创世基金会也跟我们说 大家因为疫情 每个人精神的状态都很紧绷 他们的券募的金额也少了很多 他问我们愿不愿意购买爆米花 因为有佛心厂商捐赠爆米花 可是他们需要有民众购买 那我当时有跟他说 我们刚发动一个活动 我不知道会有多少 但是我愿意试试看 结果没想到孩子也很踊跃 参与也后来也购买了十几万 所以我后来发现 其实大家都很愿意做点什么 很愿意分享 那但是需要有机会跟管道 那也因为这样 最后您刚提到的 创造那个意义感 我这边也要顺便讲一下 我们也因为这样就办理 因为我当时想到第二年的时候 不是全国都停课不停学吗 那很多孩子都在家里 我当时想五月停课 那我们来办一个 复原力图卡活动好了 所谓复原力是这样 刚扣住前面的学生的自我伤害 我想如果可以增强孩子的复原力 他会不会比较不会走到 自我伤害这一块 当他知道他在生命中 他有一些资源可以帮助他 他也可以找到复原的力量 所以我们后来就办了 第一届的复原力图卡活动 那当时因为五月多停课 我们七月结稿 全国有两百多份 我们已经觉得很感动了 那到后来去年 我们办第二届 有九百多份 将近一千份的稿件 有143所学校 就高中 国中 还有国小 所以我们就编印了一套 复原力图卡 那其实很感人的是 从这边可以看到 孩子的复原力元素很多 他们透过陪伴 透过大自然的元素 或者动物朋友 或者独处 他们透过不一样的元素 都在传递 这些都是他们复原的力量 所以就是透过这些活动 某个程度上是让所有 在那种疫情的情况下 我觉得疫情那一段时间 大家应该最紧绷 跟最大的感受是 不知道我能做什么 因为看起来所有的状况 不是我能够解决的 我觉得人生最怕的 就是明明问题在面前 可是我竟然无计可施 所以那个紧绷感 就不会消除 而且你对实际的状况 你无法掌握 因为到底疫情还要多久 然后到底它的扩散程度多少 你也不知道旁边的人 会不会传染给你 所以那种无形的压力的感觉 最后是透过 好吧那我可以帮助别人 我终于有事做了 对不对 然后而且刚刚我讲那个咖啡 我觉得它有趣的是 这个行动同时 给了两种人力量 一个是让可能 生意没办法继续的人 他可以继续往前走 然后他又成为 支持别人的力量 所以我们的医护人员 他可以透过这个部分 他至少知道 他的努力有人看见 好 那我觉得复原力图卡也是 也就是说 我好像现在不能做什么 可是我生活是怎么过的 我可以透过这些图卡 告诉别人 你也可以跟我一样 试试看 这也其实是 我觉得人类世界 还蛮微妙的地方 就是所有人都觉得 我好像是一个很渺小的人 可是所有人都有力量 去让旁边的人得到温暖 好那这也大概就是我们做 生命教育很重要的一个点 那当然回到一个比较现实的就是 因为刚听了这么多 我其实还蛮好奇的是 像印这些东西 或做这些活动 这些发起 经费从哪里来 这是个好问题 对我们就要 因为很想要做这些事 那很想要激发孩子更多的梦想 当老师的就要拼命找资源 我记得我就第一年 没有跟新北市教育局要钱 我们就是用 因为我们是教育部的生命教育 种子学校 其实这个也是争取来的 我们是三年拿到一百万 来的奖助金 他当时是全国一个县市选 一所学校 所以精灵应该是多年来的耕耘 所以我们荣获了这个 那后来我们第二梯次的三年 也拿到一百万 我们是全国为二连续获得的学校 这样 但是六年下来一百万也用完了 那所以接下来我们办第二届的 不原力图卡的时候 教育局就主动 因为他发现我们当时办的活动 其实我们有挂名 是新北市教育局 所以他说我们今年可以 就是资助我们十万块 所以我们是用这个来应 对 所以虽然是私立学校 还是有生存压力 所以能够争取公部门的支持 就争取公部门的支持 那当然听众朋友 如果你也觉得做这样的活动很有意义 也可以给学校一些赞助 因为这个不单是利益 学校内的学生 看样子是整个全国的孩子 其实有一些都可以参与其中 所以大家如果觉得这个活动很有意义 持续支持他 那当然另外一个我也好奇的 就是说 全校的老师 也不可能所有人都跟您 或者是您的这些伙伴一样 毕竟学校里头 每一个人的生命经验也不同 所以可能有一些老师 在生命教育这块做得很好 可是有一些老师可能 他会觉得 孩子就是不能这样 他应该要怎样 所以日子才会过得比较好 对 我们一定也会遇到这样的家长跟老师 那校内 如果校内里头会有这种 比如说在做法上 或者是想法上不一样的情况出现吗 那这时候怎么办 因为我的生命教育推动的对象 不会只有孩子嘛 一定还有老师 那我们怎么去做这一块呢 我觉得在金陵很幸福的是 因为多年来的耕耘 我觉得老师知道生学重要 也知道还有好多需要花费心力 但是他们也很肯定生命教育这一块 是值得耕耘的 这样 举例来说 我们省下饮料前 助老过好年的活动 我发现有一班捐赠很多 他说他们捐赠了两千多块 我说你们怎么这么多 他就跟我说 老师呢 他们就会自备零食 导师 自备零食 然后让他们用竞争拍卖的方式 然后他买到的钱 就拿来捐赠 也就是老师 他其实是自费去买零食 来鼓励孩子做这样的活动 所以我想 应该是老师 他们会用自己的方式 来协助活动的进行 不是实际参与 但是至少 支持学校里持续有这样的事情 其实这也是啦 如果孩子们都能够 真的找到能够投注的点 更关注自己生命的意义 我们大人就不用这么累 就不用担那么多的心 那主任在上这个课程 或者是活动这么多年下来 有没有孩子们到底对这样的东西的评价是什么 那你有没有什么特别记忆深刻的故事 可以跟我们分享呢 我在这边就分享一个我很感动的故事 这发生在几年前 当时有六位孩子 他们面色很凝重的走进来辅导室 他们就说 老师我们有一件事 我们不知道要找哪个处事 我们不知道跟谁说 但是我们决定要来找你 那我以为他们被记过了 我就说呢 你们坐下来慢慢说 老师会慢慢听你们说 结果呢 他们就拿出了六张很可爱的贴纸 然后他们就说 老师里面四个是高三生 两个是高二学生 他们说老师我们已经快要 当时是十一月 他说我已经快要学册了 可是我们书念的很烂 我们什么都不会 只会画画 但是我们很想为这个世界做一点事 所以我们在A4的纸上 我们就画了一些图案 他们拿去7 影印了六张之后 我就说 那所以你们碰到什么困难 他说 老师我们想要把它剪下来 一张卖五块钱 大张一点卖十块钱 那我们想要让大家每个人 都可以为这个世界做一点事 他们想要义卖 那我说 你们知道在学校里 你们不能有贩卖行为 他说老师我们就是知道 不能有贩卖行为 所以我们就卡住了 我们不知道怎么办 他说我们本来想要利用下课时间 问学姐要不要买 问学妹要不要买 我说这样 你们要卖到什么时候 他就说对啊 所以他们碰到难关 那我听到孩子这样的分享 我觉得很感动 我跟他们说你们不要花自己的钱 你们的爱心老师已经太感动了 所以当时就用那个刚刚讲的那个一百万 你没有卧子拿出材料费五千块 我们就大量印制 接下来我跟学务处商量 下礼拜一的招会 请让这六个孩子上台宣导 他们就不用跑上跑下 所以招会将近两千个孩子都听到了 接下来我们就利用辅导室对面那间小教室 很感人的是一个礼拜我们就卖出四万块 其实这样五块十块累积是很不容易的 全校老师们也都支持 孩子也都支持 那这个故事还没结束 这是十一月卖 结果就有一些国中部的小朋友就说 老师我们也要画 我们也会画 我们也想要为世界做一点事 所以后来我们就是这六个孩子 我们一起举办了圣诞节的贴纸义卖活动 所以这个圣诞贴纸又卖了六款 后来又卖出两万块 那我们通通都捐给世界展望会 那故事还没结束 就在这个圣诞一卖的时候 我就看到内政部有一个第一届新住民竹梦计划 最高额可以拿到八万块 那我就问里面 因为这六个孩子里面有一个是新住民学生 我说我们五千块就可以卖了六万块 那我们来申请这个 如果拿到八万块 我们可以做更多的事情 那他们就说老师可是我们不会写计划 我说你们先讨论 你们要先有想法 先有点子 最后老师可以协助你们 怎么样再稍微认识一下 结果我们真的拿到最高八万块 孩子拿到以后很开心 他们就说老师我们要印什么 他们想了十几样 我说我们只有八万块 对孩子来说八万块是很多 对那最后呢 我们后来办了一个活动 这个计划叫做你的小梦想世界大翻转 那当时是我们帮忙发公文 给基北区所有学校高中高职 还有国小国中 就是希望是新住民的家长跟学生 如果你有梦想请你用一句话 或一首诗或一幅图 那后来这个真稿呢 很多的稿件我们都觉得很感动 所以孩子呢 最后就把它绘编成一本小画册 然后呢 里面很感人的是 有一个是家长组 这是新住民家长 他说我要陪着我的孩子一起长大 所以他后来去念补校 这是他亲笔写的文字 孩子牵着我的手 我们的孩子就说老师这个很漂亮 我们把它印成L甲好不好 果然很漂亮 我们那时候在办颁奖典礼的时候 家长呢 并不知道他的作品被印成L甲 所以他非常的感动 然后呢 还有一个国中组的特优 学生说老师我们把它印成纸带 那我说这印纸带好看吗 他说很好看这样 那结果这个学生也很感动 他颁奖典礼的时候 原来这是这个学校的辅导师老师 鼓励他 因为他本来面临中错 但是他用他的笔 画出一个他很喜欢的作品 那后来这个学校也购买我们这个纸带 送为当届的毕业提袋 然后他来分享的时候很感动 他带着他最爱的爸爸 爸爸开计程车 然后他的姐姐 他姐姐上台就说 从小都是弟弟坐在底下看我领奖 今天是我第一次坐在底下 看弟弟上台领奖 所以我们这六个孩子很感动的是 他们跟我说 老师当初我们只是在教室里偷传纸条 我们呢 我们还用卫生纸传纸条写 好无聊 他说我什么都不会 然后他说我也是 那后来因为这样的传纸条 之后才发展出贴纸 他说原来以为只是梦想 结果没想到一路发展 延荡好多后续的活动 他们相信原来只要有梦想 那世界上就会有很多人来帮助他们 那我们孩子这是第一届 接下来精灵现在已经是第九届的CTW 他们自发性的组织叫做Change the World 就是CTW 那他们觉得希望这样的精神能够延续 所以就持续招募学妹参加 今年第九届 但后来都变成你在伴吗 没有啊没有没有我们跟学务组 我们共同合作 对啊因为学生变成学生的梦想 最后留在这个学校 而且我们愿意让他持续下去嘛 就不会只是单一届单一个孩子 也就是让所有的孩子 即使不同届没有相互认识 但你都会从老师的口中知道 学姐做了事 然后留下这些故事 但我刚刚其实比较深刻的 就是您刚刚说的孩子们 其实在准备学策过程那个纸条 我猜想台湾有很多孩子是这样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就是 怎么去想象每一个孩子到底需要什么 不然很多孩子都是在陪别人读书 对他的生命有很大的时间 尤其是很黄金的岁月的时间 他可能只好去做着 他其实不太擅长的事 那这个不太擅长的事到最终 有的孩子还是可以记住自己的梦想 最后当他可以自由选择的时候 他开始去找梦想 但有的孩子真的会忘记自己是谁 跟自己的梦想 他就开始找一个可以活下去的方法 这也是我们在推动生命教育过程中 其实我觉得当老师或做父母 最幸福的事情是 孩子都是我们最好的老师 不是因为他们真的懂 只是他们的生命的过程 在我们面前很真实的呈现 那我们到底可以从里头掌握到什么 也决定了我们后面能够做什么样的事情 那当然主问我好奇是 那你再来还想做什么 因为看起来好多事情做不完 你还想做什么 我觉得好像不用想 刚刚分享的那些故事 都不是当初预定要走的目标 但是就像那个韦音您说的 其实走着走着 那个意义感就出来了 比如说复原地图卡当初也不是最早设定 我要做这个 但是他会带领我们 只要有热情 只要你愿意做点什么 你就会发展出来 对 那个灵感就跑出来了 会有个声音就突然从天空跑出来 会有个召唤 那最后您可不可以给我们家长一些建议 因为毕竟他们都不是专业 那到底他们要怎么去陪伴他们的 国中高中的孩子们 去探索自己的生命教育 或生命的价值跟意义呢 我觉得家长的确要陪伴孩子 这一块不是那么容易 那我觉得家长 因为学校里的老师已经说了很多了 所以其实爸爸妈妈 只要当爸爸妈妈就好 不要在家里当老师 比如说我在金陵 有同事也会说 你们说你怎么那么怕 你这么努力干嘛 我后来在想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样的认真 我后来再慢慢思索就发现 原来内在里有一个使命感 那这个使命感好像是来自我的父亲 我的母亲 所以我后来发现那是个身教 就是我爸爸他是个小学老师 但他很年轻就过世了 他40岁的时候就肝癌过世 可是呢到去年都还有他的学生 我爸爸已经过世50年了 他是民国63年过世 刚好50年 可是还有他的学生来家里探望我的妈妈 这个学生他就分享 他就说他当时家里 其实并不肯让他继续念书 因为当时很比较穷困嘛 需要他养家 然后他说当时我爸爸就骑着脚踏车 50几年的时候 他就骑着脚踏车 然后拜托这个家长就说 你的孩子很想念书 请你让他念书 那家长就用扫把他干出来 他就说 我不是不让他念 就是家里没钱 然后我爸爸就说 我帮你想办法 其实我爸爸要养我们六七个孩子 是没有钱的 但是爸爸就写稿 去电台募款 然后就希望能够得到资源 结果一路这个孩子 后来就念了诗砖 成为老师 也成为校长 后来他在国小教师节的时候 他每一年都会讲这个故事 所以我后来就发现 哦 原来有一些事好像 那个是一个精神 是一个使命感 对 就是爸爸妈妈 不要担心孩子学习上的事情 是因为他自己要想办法 去面对跟处理 把自己过好 然后做该做的事情 也让孩子看见你努力的样子 其实这蛮重要的 那我想今天从民主主任 讲了很多事情 我们对学校有更多的认识 对生命有更多的认识 也听了很多孩子 或很多不同的单位的 一些相关的故事 希望可以带给大家 在这么纷乱的世界里头 有更大的力量 因为我觉得得着力量 这件事真的很不容易 刚好这一集的节目 是在我们大年初一播出 新的一年 也希望大家对于自己的生命 有更多的期待 也能够为自己的生命 跟他人生命 做出更多的努力 即便是小小的事情 都有机会改变 更影响这个世界 谢谢主任 谢谢 谢谢大家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 如果您对节目 有任何的想法 欢迎您透过节目 粉丝业与我们分享 接下来请您继续锁定 好家庭联播网 台北Bravo FN91.3 台中古典月台 FN97.7 另外也邀请您上 Podcast搜寻 订阅 教育不一样 感谢新北市 私立经理女中 李明珠主任 今天来节目受访 我是蓝卫银 教育不一样 我们周六上午八点见 字幕志愿者 李明珠主任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